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这一期的每周360 又是我阿苏娜 嗯,那这个星期呢我们有很多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话不多说,现在马上进入第一则新闻 第一则新闻就是 政府针对汽车所提供的SST减免优惠 很可能会延长 嗯,是很可能,还没有确定的哦 那我们都知道,SST会在6月30号的时候结束 但是呢,就因为疫情的影响 导致了汽车的芯片以及零件短缺 很多人都无法在期限前拿到车 因此,除了已经买车的准车主 还有车企们,他们也要求政府要延长这项优惠 那近日在一项活动中呢 交通部长就表示 内阁是有听到人民的声声的 他们目前正在针对这项事件进行商讨 很可能会延长SST的优惠哦 可是,后续的详情就需要由财政部长来公布啦 那我个人呢,也是非常希望这SST优惠会会延长的 只是财政部长早前就表示 因为这个针对汽车的SST优惠 政府已经损失了48亿的财政收入 要是在延长的话,很可能还会多损失的25亿哦 那,这个可能就有点麻烦了啦 毕竟,这么多的钱 如果政府收到这些税收,它也可以用在其他地方 可能,也是一个立民政策哦 第二周新闻 Nissan Serena小改款,确定来码 在这次小改款上呢 原厂针对车身的外观进行了改变 同时,也针对早前比较不足的先进安全配备进行更新 加上了更多的安全配备 也表示这款家庭车会更安全哦 那,因为我们之前就做过影片和大家介绍这款车了 这里就不多和大家叙述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关靠我们之前做的视频 我们早前也向原厂确认了 这款车,是会来到我国的 而且它们已经开始不近了哦 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前往它们展销厅,了解详情 第三周新闻呢,就是Prodot Asia 它可能会在2023年迎来大改款 而大改款中呢,非常多的改变 因为,在它三大件上都会有分别 有什么分别,我们现在看下去 新一代的Asia会采用代号D74A作为底盘代号 而我们都知道,D开头的底盘代号 都是由Dihasu主导开发的 这辆车也不例外 那,在这辆车的三大件上呢 原厂都有做出改变 而GC呢,现款的1.0公升三缸自然进气引擎 将会被取消 取而代之的,会是一具1.2公升的三缸自然进气引擎 那它在马力表现以及扭力上都会有所提升哦 带大家看这个新的引擎前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现款Asia的引擎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68PS 峰值扭力表现91Nm 但是在新的引擎上呢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就提升到了88PS 同时,峰值扭力也会提升至114Nm哦 整体来说是强了不少啦 另外,跟Adiva一样 它也会换上全新的DMGA底盘打造 那这个底盘呢,具有高刚性以及低重性的特质 相信新车在整体操控表现上 会更加的灵活,更加的好开 而变速箱呢 它也不再采用现在的4AT变速箱 而是会换成和Adiva以及Myvi同款的DCVT 无段速变速箱哦 那我们都知道 Asia在德大和德亚树都有双生车型的出现 而这一次也不例外 据起,他们会在今年的下半年 在印尼市场正式发布 我国的Produa就需要等到明年的上半年才有机会引入了 第四则新闻 Produa正式释出了全新MPV车型的预告 那在这个预告中呢 我们可以大概看到这个D27A的身影 诶,为什么我们还叫D27A,不要叫Elza呢? 因为为了更高的市场定位 它将不再采用Elza的名字 而原厂很可能为它匹配个全新的名字哦 可是我们目前还不知道这个叫我们的名字啦 所以我们只可以称它为D27A MPV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这款车会在6月23号正式open parking 届时 原厂很可能也一同公布它的售价哦 售价是多少 之前我们有预测啦 它大概会在69000起跳 那你们觉得这个价钱还OK吗? 不过,我们一起看看原厂到时候定价怎样啦 而这款车我们早前也做过影片介绍啦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上方的小拜点 我要看我们之前的影片哦 第五则新闻 Honda Civic EHEV 正式在泰国发布 那这是一款混动车型 它是跟我国的City RS EHEV 是差不多类似原理的 只是它换装了一个2.0公升的Arkinson Cycle引擎 让它有更好的动力输出表现 那我们现在马上来看看它的外观那些 外观上它跟早前在欧洲发布的Civic Hybrid是差不多的 车身尺码也没有过多变动 只是因为它是舍弹车型 而欧洲是Hatchback车型 所以它会长了一点点 可是跟我国比起来它是一模一样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款车它会有一个Made Black的车漆哦 加上RS的运动化套件之后 诶,看起来蛮有运动感,蛮Spotty的哦 你们喜欢这个外形吗? 内饰部分它延续了这一代Civic FE 一贯以来的高质感内饰设计 蜂窝式的冷气出风口 很好的内饰质感 它还会有全数位化的仪表 以及一个中控触屏主机 其实跟我国的普通车型是差不多的 只是我国是半数位化仪表 那在这个中控触屏主机里面呢 它是可以显示混动系统的工作状态的 也让它看起来更加的有科技感的啦 动力部分呢 City EHEV是1.5公升的IMMD引擎 那它是2.0公升的IMMD引擎 根据它的数据呢 它的最大买力表现可以达到181HP 峰值拟力有315Nm 对于一款C-Segment的Sedan来讲 这个动力数据是非常的不错的 你们觉得如何? 我觉得很好啦 因为这个数据看起来很强一下哦 根据我们从泰国媒体那边得到的消息啦 这具引擎它不止动力出色哦 它的引擎的油耗表现还非常不错 1公升燃油它可以行驶55.55公里 也就是说 它行驶百公里只要大概1.8公升的汽油哦 而且它是可以添加泰国的E20乙醇作为燃料的哦 售价部分 它在泰国那边开价大约是马币145609令吉 那这个价格要是引进我国的话 应该是蛮有竞争力的啦 不知道你们会喜欢这款车吗? 欢迎在留言区和本讨论 好啦 以上就是这个星期每周三月的重点新闻 那在这个星期呢 除了会有D27A MPV公布价格外 也会有另外一款重点新车 进入我国市场 至于是什么车呢? 大家可以留在我们的网站 我们会第一时间为大家送上 当然也不要忘记 IG、TikTok还有小红书 我们也会在那里更新一些有趣的用车知识哦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还不错的话 欢迎你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分享 好啦,我是阿随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